在今年的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在陪伴创作的这一块 我们发展出了一个叫做创作陪伴计划 今年的创作陪伴计划 我们邀请了一些新锐的艺术家 然后他们可能对于某些计划 或是某些想像 是还在属于一个前期发展的阶段 那司机团我们就 用了我们团内的一些艺术行政的能量 然后还有我们团内的一些 我们场地的资源来协助艺术家们 我们来共同陪伴 然后一起来发展出这些计划的可能性 那今年的艺术家我们其实 范围也是蛮广的 有比较属于是性别议题的 然后也有一些是比较属于戏剧 或者是舞蹈类的前期发展的创作 陪伴创作 很像是在谈恋爱的感觉 就好像你陪你妈 跟陪你男友是不一样的事情 就像魔法少女在 前往打败恶魔 或者是创造新世界的那个路上 大家都是在往一个成长的路上前进 今年在司机团我们做了一项计划 是东南亚性别网络 是我们第一次用比较线上的方式 然后跟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一起交流 然后同时有四组 年轻比较新锐不同的艺术家参与 然后其中有一组艺术家 陈奕晴跟周宽柔他们所发展的女书运动 在这段疫情期间 还可以有机会 透过东南亚性别网络这个平台 发展到泰国 日本不同的场域 然后跟不同的国际伙伴 有人一起交流 然后发展这项作品 那也透过这些活动当中 跟大家建立了许多合作的机会 那好像默默的就行程 我们这边是一个艺文的交流资讯站的地方 那我们其实也很开心 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 交换各式各样的资讯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就一起带回来台湾艺文的平台上面 今年我们也有发展出了一个 大稻城的记忆编织工作坊 是与塑像工厂他们一起来合作 这个计划就是邀请了艺术家们 然后再来到大稻城的街区 然后跟大稻城在地的人们 来进行很多的田调访谈 最后去拼凑出一个 比较是属于在地人 他们对于大稻城的一个记忆 其实获得的很多 就是在地的互动 以及文化传承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也非常期待后续 跟未来司剧团 也可以持续地跟在地地区 有一个有机性的互动 可能会带镜子吧 我会放一块巧克力 在我的包包里 我要拿勇气 我会拿笔记本 我会拿快意通 我想要带干爹 我想要带我自己的平板 来吧来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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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来讨问吧